目前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預計是在晚間八點鐘要來開這個積壓庭 當然呢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是有發生一些突發的狀況 就是十岸副市長呢 彭靜生在中午的時候 是發生了身體不舒服的情況 因此是來被介護送醫 我們有稍微幫大家稍微簡單的 同理一下整個時間序 當時呢這個現月庭結束之後呢 這個律師呢相近的都來開 這個來看卷 不過呢卻在途中接到這個通知 表示說彭靜生服了藥之後呢 身體還是出現不適喔 在十點零六分的時候 就趕緊打了救護車的電話喔 很快的十五分的時候 車子就抵達了 到三十九分的時候呢 彭靜生目前被送往了這個和平醫院 目前還沒有送回台北地院喔 那當然呢現在大家就關注說 柯文哲的這個積壓庭呢 不能在八點準時來開庭審理喔 其實我們目前剛剛問的最新消息是 預計呢還是會在八點鐘的時候呢 來持續審理 很有可能呢就是先來審理柯文哲的部分喔 那麼彭靜生的部分 可能就要等這個醫師評估好狀況之後 再來看最新的情況喔 那麼當然呢其實根據以往的這個 開機壓庭的這個順序啊 檢方呢很有可能會是希望先來這個審理 彭靜生再來開這個柯文哲 要先審理誰呢都沒有同意沒有共識的話呢 就會由法官來決策 也就是說這個決定權最終還是在台北地方 法院上喔 那麼當然呢在今天中午這個彭靜生發生了 這個借戶送醫的情況之後 我們也有詢問到他的律師喔 他表示說呢其實他們當時就是在月券的情況 收到了這個通知喔 那麼對於呢有人覺得說這樣子是不是一個攻防策略喔 律師表示說當然不是喔 沒有人會想拿自己的身體來開玩笑 表示說他們也是非常突然的才接到這個訊息 當然呢他們也知道說彭靜生呢 遇到這個事情之後呢 復訓到了北檢被生壓靜見之後 他的身體狀況一直都不太好 加上呢本身就有慢性病的部分喔 因此呢其實陸陸續都有在服藥的狀況下 那麼現在呢就要等候說 預計大概八個小時左右 從十二點到晚上八點 律師們呢月券時間大概有八個小時 好那先前其實幫大家回顧一下喔 我們台北地方法院呢在燒走的時候 其實有公告說這個 認同這個檢察官申請現月嘛 那其中的條件呢就是說呢 要限制律師們現月的方式 也就是說他們只能到當庭 庭上裡面來進行月券 甚至也不能拍攝也不能復印 更不能把資料帶走 你只能用手抄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只能抄錄重點喔 而且呢整個家庭結束之後呢 你要把這些資料繳交回去 但是呢以正常的程序來說 如果今天沒有現月的話 這些資料呢律師都是可以帶走的 只是呢不能外洩出去 等於是說呢檢方呢提供了這樣的策略呢 就是要來考驗律師們的記憶喔 你要快速抄到重點 甚至呢你還要記起來喔 這就是一場攻防戰喔 當然呢這晚上開家庭的時間 大家也有疑慮說 可是當初法官不是說我們沒有限制月券時間嗎 對沒有錯但是呢辯護律師表示 也就是說呢這個是柯文哲被告的律師 他們所同意的時間喔 他們向法官表示說我們月券呢 大概需要八到九個小時的時間 因此今天晚上開八點的積壓停是OK的 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的月券時間被壓縮 這都是檢變雙方同意的情況之下呢 來訂定的這個時間點喔 畢竟呢這個辯護人也就是律師們 不會希望被告呢再繼續留在法院的後審室 再多一個晚上 因為根據了解目前柯文哲從30號到31號呢 其實已經在台北地檢索 台北地方法院待超過50個小時喔 就是希望呢可以盡快來幫他拼交保的這個動作 所以後續呢就要看說今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呢 到底最後結果會是如何 那麼當然也要試一下個彭政生的狀況而定啦 所以如果後面的積壓停時間萬一有更動的話 我們都會來幫大家持續來整理跟更正還有審候 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都會來幫大家傳達 先將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謝謝湘芸 我們來看到柯文哲跟彭政生呢 昨天兩人都在地檢署的後審室 過了一個晚上 原先預計在今天晚上八點要開的積壓停 不過稍早您可以知道彭政生呢 在律師的月券期間 他有表示他身體不舒服 有多次的嘔吐還有喘氣 不過經過評估之後是有達到借護就醫的必要 已經被送往和平醫院 而稍早呢彭政生帶腳療送醫的畫面也曝光了 好主播持續帶您來關心 金華城B案的最新進展 我們都知道呢 目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和前市長彭政生 兩個人都是因為捲入B案當中 那他們8月30號被檢人員帶回去 搜約談之後呢 當天晚上就移送到台北地檢署 那兩個人在復訓之後呢 都是被依違反職務收費 以及徒利罪嫌遭到深壓禁見 那兩個人是原定在今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就要來開積壓停 由法官來裁定說這兩人到底是可以交保回家還是被積壓 但是沒有想到稍早彭政生卻傳出身體不舒服 我們透過稍早的畫面可以看到呢 當時彭政生可以看到他是被這個救護車的救護人員 抬上單架來緊急的送醫治療 那當時就是因為彭政生他說他身體不舒服 那第一時間是先在後省市的地方來吃藥休息 但是吃完藥之後呢 他的身體狀況似乎是沒有好轉 因為他甚至還有速度的嘔吐或是喘氣 那當時法官知道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立刻派人來打醫走 並且在這個匪院人員的介護之下 將彭政生緊急的送醫 把他送到了台北的聯合醫院來做進一步的救治 那外界就很關心說 那現在彭政生他因為身體狀況被送到醫院來 那麼會不會影響到今天晚上八點的積壓停呢 對此匪院就說了 其實柯文哲還是可以準時開庭的 那彭政生的部分則必須等到後續醫生診斷的結果出來之後 如果發現說這個彭政生身體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不允許的話那可能就會繼續留院觀察 那如果他的身體狀況是OK是允許的話 那麼就會把他重新送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後審室 那稍早呢我們其實也訪問到了這個彭政生的委任律師 他就說了其實當時彭政生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他其實人是在月券的 因此他是被被告之說這個彭政生因為身體不舒服 被送往醫院來治療 那麼他也透露說因為彭政生其實今年也72歲算是蠻高齡的 因此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 那本身就會有暈眩 那最近又因為卡到了精華層B案的關係 因此最近的身體狀況和心情是比較不穩定的 但是他在8月30號被偵訊的時候呢 就已經帶了慢性的藥物到了這個在身上 因此在第一時間才可以來服藥來做稍微收息 那對此呢這個臺北的聯合醫院則表示說 因為這一切是屬於病人隱私 因此沒有辦法對外透露或是來多做回應 不過無論如何3D新聞團隊還是會依序來為您掌握最新的案情 以及彭政生的最新進展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 先把神鏡頭交換彭妹 好 目前彭先生呢已經是可以出院了 那麼借護的同仁領完藥之後呢 司機將接他們回來 不過他涉嫌整起的金華層的容積避案 是遭到了深壓禁見 那麼就被外界就質疑說 這可不可能是他們的這個法庭上面的工房 對此呢這個彭政生的委任律師李岳陽他則表示 他上午其實就已經有暈眩的狀況 澄清並非工房手段 好 這一回檢察官這次也是出奇招了 向法院申請獻月 也就是說讓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雖然你可以看到完整的卷宗 但是卻限制閱覽的方式 你只能透過什麼方式 只能透過記憶還有筆記 來大幅增加了辯護難度 那麼其他的法界人士他就分析了 這樣恐怕會讓柯文哲的辯護律師 政生員很難在短時間內就完全掌握到事件的全貌 也因此會大大增加辯護的難度 就連過去鄭文燦還有高雄安案 檢方都沒有申請獻月 柯文哲遭到羈押的機率恐怕會大增 也可能代表金華城案還沒有燒完 今天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也都被搜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金華城弊案 移送筆檢附訊後遭到生押 檢察官近在開機押亭前 向法院申請獻月 礙於偵查不公開原則 如果被告被生押 他委員律師就有權利閱券 確認相關事證後再停上辯護 接回檢察官出招 限制康萬哲律師怨券方式 只能靠記憶和筆記 對辯護人而言是超大考驗 法官可能是認為說 如果被告的辯護人把資料帶走的話 就有可能會跟外面的相關人士 來做一些討論 以律師來講 他要在短時間內要看完所有的券證 而且他沒有辦法來做影印的動作的話 其實會增加這個辯護人 在法庭辯護的難度的 加油 加油 但看看過去新竹市長高侯安 涉嫌駕領助理費 從偵查到一審宣判 都沒有被限制閱券 這門參涉攤 檢方也沒有要求 差別是否在證據完整度 前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遭前男友林秉書施暴 卻有申請限月 就是檢察官避免被告有機會 騷擾其他證人採取的策略 而這一次精華沈案 檢方會申請限月 除了增加辯護難度 也可能因為案件還沒燒完 那這個便當會裡面呢 其實黃珊珊副市長也在場 所以可能 有可能後續是擔心 這個案子會洩漏出去 為了保住關鍵底牌 簡便雙方上演攻防戰 後續如何發展 外界都在 等著看 三內新聞 鄭翔 顧原松陽信許沙芸 S小組台北廠報道 好 現在民眾黨的醜聞是連環報 昨天晚上柯文哲是遭到了檢方聲壓 不過現在外界就相當的關注 如果柯文哲遭到了收壓 那民眾黨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呢 因為你其實可以看到 民眾黨它有這個黨律的評議裁決的政策 是看到涉犯了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呢 那麼會依照這個情節的親眾 應給予除靡或者是庭權之處分 不過其實過去的經驗 當時立委候選人馬志薇 他一次是收受中國的資金遭到了積壓 民眾黨在第一時間是火速的開除 而高鴻安設榨助理費一審被判決 七年四個月也自行的宣布退黨 現在不論退黨還是開除 都讓民眾黨和柯主席面臨了先男的抉擇 這一次我給我一個很大的歧視 要相信眾人的智慧超越個人的智慧 疑是收受中國資金被地緣積壓的馬志薇 民眾黨第一時間火速開除黨籍 柯文哲更以眾人智慧超越個人智慧 為自己開脫 針對一審的判決 我絕對會提出上訴 我也要在實證室宣布 即刻退出台灣民眾黨 謝謝各界的關心 涉嫌叫領助理費 一審被判七年四個月 高鴻安自錄影片宣布退黨 系統性社團要進行連坐 這本來就是我們一項的主張 社團連坐法是民眾黨一項的主張 若接下來主席柯文哲也被羈押禁見 是否也會像之前一樣開除黨籍 第三勢力的存在應該要是公平公正的 不應該遇到柯文哲即將就讓第三勢力的存在 淡然無存 我覺得最重要的民眾黨現在要贏回的是民眾對於政黨的誠信 以貪污被告身份被檢調約談 根據網路民調柯文哲若是不當黨主席 誰最適合來帶領民眾黨 第一名是蔡壁如 黃國昌緊追在後 不過有高達30.7%的民眾沒有意見 投票還在持續當中 台灣民眾黨的中央平衡委員會 作為黨內獨立行使之權的機關 那中民會會依這個紀律平衡採決準則來辦理 這時刻要做的就是全力支持柯文哲主席 維護他的清白 不管是開除還是退黨 對柯文哲來說都是最難看的局面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好 這回整起的金華城弊案 柯文哲以及彭政生被檢方認定 兩人涉嫌收賄還有圖利 這樣的狀況其實是相當嚴重的 也就是北檢確實是有掌握到柯文哲的相關金流 靖州刊猜在31號的時候晚上的獨家報導 您可以看到柯文哲表示有700萬左右 又是涉及了財產和來源不明 那麼專案小組更發現 陳佩奇更多次把這個大筆的線鈔存到ATM來存款 金額是達到了上百萬元 不過陳佩奇被問到來源的時候 他只強調這些錢都是柯文哲給的 但是柯文哲被問到的時候 他竟然交代不出來錢從哪裡來 對此陳佩奇他也出面回應 表示都已經和檢方表明了金流來源 170萬元含首尾刀以及稿費和演講費 柯文哲妻子陳佩奇30號遭檢調約談 訓後請回 隔一天柯文哲就被生涯 生涯關鍵原因近週刊獨家報導 因為柯文哲有700萬現金流 涉及財產雷源不明 專案小組發現 陳佩奇曾多次拿大筆現金到ATM提款機存款 金額達上百萬元陳佩奇強調這些錢都是丈夫柯文哲給的 但柯文哲被問時竟交代不出錢從哪來回撐不知道 加上檢連認為和金華城有對價關係 且時間跟金華城便當會吻合 若真如檢連所說時間點這麼巧 柯文哲恐面臨更重刑責 檢方認為可能有一些對價關係 取得了一些收受賄賂的匯款 最後導致做了違背職務 而給予了廠商這些特殊的優惠 依照我們貪污之罪條例 這個第四條的規定是可以處到十年以上 或甚至到無期徒刑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犯罪 一般民眾拿到金融卡在ATM來存款 如果是存入別人的帳戶的話 一天最高上錢就是三萬塊 不過拿著金融卡存到自己的帳戶 像是富邦或者是中信就沒有金額上限 第一時間民眾黨利運黨團主任陳志涵稱 這比一百七十萬元是陳佩奇母親去世留下帳戶的余額 即二零一九年柯文哲選舉補助款 共計一百萬元二零二三年陳佩奇 把柯文哲的演講費 稿費等款項 大約六十到七十萬元 但隔一天陳志涵記者會中 改口陳佩奇媽媽還在世 臉書貼文也悄悄改了說詞 指首尾錢是爸爸或媽媽留下的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都是清清淑淑乾淨淑淑明明白白來的 我陳佩奇我絕對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 柯文哲的親愛 陳佩奇指不住淚水大聲喊冤 所有金錢財產一切合法合規 但畢竟全案涉及金華城改建圖利上百億元 柯文哲夫婦金流來源至今始終無法說服減聯 三天新聞將會羅佩裔台北採訪報導 好這回柯文哲被週刊爆料 有七百萬的金流是來源不明 不過民眾黨卻力挺柯文哲清白召開記者會 來批評檢調來泄密偵辦內容 是要毀了柯文哲的清廉形象 是血淋淋的政治迫害 那麼也高嗆北檢要出來說明 還速度的和媒體槓上啊 要去問消息來源是否正確 不該問被造謠的受害者 而民眾黨的秘書長周餘修呢 他一早更是氣到垂門 還反問記者你相信嗎 聽起來我會拿四千五 一個市長拿七百萬 你相信嗎 罕見動怒氣到垂玻璃 民眾黨秘書長周餘修 被問到柯文哲傳有七百萬不明金流 是這個反應 我媽下來 德加 謝謝 拿來七百萬 不是都澄清了嗎 拍了拍記者的手 民眾黨立委張祺凱情緒也有點激動 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 跟召開記者會力挺柯文哲 批檢調洩漏偵查內容 拿金華城案辦政治獻金案 用金華城當作幌子申請到搜索票 然後開始在問逼案 各式各樣的辦法 企圖要裸置柯文哲主席入罪 摧毀柯文哲清廉的形象 要人民如何相信這不是政治最差 陳沛奇醫師他都已經如實的 主筆的把他的這些的財產資料 包含從他的父親往生 到他的母親繼承 到這些錢如何運用 都已經告知了檢方 可是檢方不予財信 周刊報導民眾黨向北檢出面說明 還速度槓上媒體 應該要去問那個消息 放消息的消息來源 是不是真實性 而不是問被放消息的 被造謠的人這個受害者 事情可是他們說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回答你呢 要這樣搞也沒關係 就現場直播嘛 是啊 現在是怎麼樣 來 先停一下 連先前才槓上黃珊珊 陳志涵的前立委陳婉慧 也出席聲援 嗆執政黨嗆到哽咽 你不是最重視程序正義嗎 小草還發起國際聯署 標題寫著台灣911 全力支持柯文哲捍衛清白 說達標美國政府就要出來回應 柯文哲遭報有不明金流 民眾黨上到下全力相挺 就看民眾相不相信 三順郭孫學院台北採訪報導